开始 好 今天是10月了 10月11号 时间过得好快 不知道我们上个礼拜 因为搬家 还有一些做一些东西 所以就没有给大家做节目 然后两个礼拜 不知道大家这两个礼拜 过得怎么样 是不是经历了一些世间的痛苦 还是得到了一些上帝的祝福 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交流的两个卦 是宜卦和大锅 是吧 对 那个宜卦 王老师给大家讲讲 以前咱们说过 宜卦 说过 你看这个宜卦 因为我们上说过的这个卦 因为是吃喝卦 吃喝卦里面不是说在这 这是一个嘴 这整个是一个嘴 这锅里跟骨头 就是火雷是喝的 就是卡住了 我们理解这个卦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叫山雷仪 山雷仪 这个上面上卦是山代表是指 下卦是雷代表洞 对吧 这个中间你看这个从象征意义上来代表牙 是这是卦象的看法 对对对对对对 你看那中间是非常柔软的 在一起的话这个护鲲 鲲卦 那代表是非常柔软的 柔弱胜刚强 这个卦里面卦是这样的 上卦是指 移氧吗 你觉得怎么知道移氧是好 移氧就是 是吃一些好消化的 嗯嗯嗯是吗 是吧 啊是 这个摇的摇词比较有意思啊 我就是分享一下 这个里面说的是什么呢 呃 说的是 你看上卦是指啊 代表不动 不动好 下卦是 这是雷是代表洞 嗯 你看你吃饭的时候啊 你是上面是不动的 嗯 你动的是下边 对 动这样动好还是不好呢 指好还是动好 那移挂移氧告诉你 嗯 指好 就指 停止 就不动 不动 不动 那里面是怎么说呢 这个舍尔灵规 关我赌一 关我躲一 什么意思啊 嗯 就是 你看 舍尔灵规 就你把你的灵规不要了 嗯 然后你看我吃饭 想跟我一块混吃混喝 嗯 不好 为什么 为什么不好啊 为什么不好啊 龟 乌龟用吃饭吗 乌龟他也吃 也吃 但是他吃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少 嗯 对吧 他只要摄取到我那个 呃 需要的那一点就可以了 嗯 然后他呢 会吸收的很好 嗯 对吧 他能活的很长 嗯 他动 他也不轻易动 嗯 嗯 那这是乌龟的一个特点吗 是吧 嗯 那关我躲一 是啊 关我躲一 就是你明明可以不吃饭 嗯 然后你看我吃饭 嗯 这样养你觉得很好 嗯 其实嗯 你上套了 不好 嗯 我讲清楚了吗 一定道理 我就是大家听哈 得听那个背后的意思 千万别听成那个不以后不吃饭 少吃饭 不是这个意思 嗯 嗯 就是说 那时候的控制 当然也不能够抱一抱吃 乌龟也是吃的嘛 是吧 乌龟也是吃饭的 就这样 对 而且乌龟吃草 你要吃肉的 也要吃肉的乌龟 所以说 不一定 就是说你根据你的需要去吃 是是是是是是 是吧 然后这个 这个挂呢 一挂是自求口实啊 你就自己要养你养你自己的一个意思啊 你自己去养你自己吧 啊 然后他说那个天道呢 是这个 怎么说呢 天养你吗 应该养啊 那老天 老天也养你 其实他给你创造了一个条件 嗯 然后你应该自求口实 你不要指望是天养你 人家自己养你自己 养你自己 以后 然后你 你你奉献给天 嗯 你不但你把你自己养好了 你还有能力养 也奉献给天 这样的话 天才可能更好的忽悠你 嗯 理解了 这个能量是这样循环的 如果要是你指望老天罩着你 就不行 这叫自求口实 这一挂啊 强调的是 自求口实 自知其力吧 自知其力 他这个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上天 为了让我们 有一个很好的条件 自知其力的条件 他先创造了这么一个环境 比如空气水 这些都给你 你不能连空气也没有 水也没得喝 那你自知其力怎么办呢 是不是 嗯 你有一定的环境 然后你去努力 嗯 去通过自己的劳动改造 就把这个世界变得好一点 嗯 这样的话来奉献给 回报吧 对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圣人应该跟天是怎样 一个笑话的一关系呢 就叫天养万物嘛 嗯 圣人要干嘛呢 圣人养圣贤 嗯 对吧 你养圣人养贤 就是 我 圣子啊 圣子啊 嗯 圣子是听 这上面是听 对吧 听王 对对对对 听王下面 这个是圣子的吧 听什么 能听就是圣人了吗 我听你说话 听得清清楚楚的 嗯 那恐怕是 这听力好就能当圣人 不是这个意思 他听的是天意嘛 听天意 那听先意了以后 听到了天的意志了以后 干嘛呢 养贤 嗯 就是因为上帝滋养万物嘛 他养的是万物 那我们跟上帝学的话呢 就说我我我应该效法他 我应该把我的认为好东西 我听到的这个天道 然后能够传递出来 让大家都都都都都目道 嗯 然后呢 还有人跟我一起来践行的 这叫贤者 当然人贤者多了 这个世界不就好了吗 嗯 就贤者再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贤者 嗯 这里的是什么样的 是贤者 是 呃 听上天的道 然后给传 传的是这样的事叫贤啊 嗯 然后你看你说这个 你说的这个 比如说孔子吧 嗯 也说 呃 弟子三千 嗯 七十二贤人 嗯 是个怎么的意思啊 嗯 交学费的三千人 哦 真正毕业的七十二人 七十二个人 哦 嗯 是吧 那这个国家应该养这些贤者 是吧 这个贤是圣贤的贤 不是 这是从那从人里面 就是这个这个 就是经过了有有要学习的意愿的 嗯 有要提升自己意愿的 且确实是能够经历一些考验啊 然后呢 真正能得到提升的这一部分人 Qualify 啊 这个这样的人 我们的贤者 嗯 有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 这也让我体会了这个 就是老师也是应该高教授类级 应该也算是贤者啊 啊 这当然也有道德水平的 是吧 不一定在那个领域里面 我始终说了这个道德 可能跟这个这个技术啊 可能是两回事啊 就你要跟一个人学道德 就是学道德 跟他学技术就是学技术 那也别那个 嗯 哦 这怎么说呢 嗯 太太太要求这个 这个技术的人 哈哈哈 有技术人 他有道德的一个情操啊 嗯 理解这个这个就是 移挂的这个意思 他是可能挂相看呢 是上纸下洞 嗯 就像一个口 嗯 嗯 很有意思 嗯 然后呢 这个 基督一传里的讲的故事呢 就是 也不是故事的教导吧 嗯 主要讲的是 就是上次说的那个 我们要积攒 这个财宝在天上嘛 嗯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的 主要说我们要警醒 时刻警醒 呃 耶稣的到来吧 嗯 因为耶稣再来审判嘛 嗯 我们要时刻警醒 然后呢 这个讲一个比喻 就是说 怎么警醒呢 怎么样的警醒 才是才算 才算是那种 就是 呃 达到了那个标准了呢 比如说吧 比如说 嗯 就耶稣也举了个例子 就说 比如说 你们家 呃 你们家挺有钱的 然后呢 你们家知道 今天晚上肯定有盗贼要来 那你们家怎么办 肯定这晚上不能睡了 对吧 就得准备好了 对盗贼的话 你都能 你的这种警醒的 这种程度 要用在 接受耶稣基督的 到来的这种 预备的这种心心态吧 嗯 当然我的理解说 耶稣到来的 人家都说 耶稣什么什么 已经来了 或者没来 怎么样 应该是肯定没有来 但有人说 已经来了 就是有人 这个传瞎传的 特别是 最近那个 在YouTube上 也有些人说 说已经来了 而且他姓李 李丹 不是李丹 老蛋 李尔 李勇 李勇 这么厉害 已经说已经 谁谁谁 就有一个女的 然后他叫金扇子 还什么的 听就在那说 他说的似乎有道理 然后我在仔细听 就是他有点糊涂了 你知道吗 这是某个人 他信一个人 他是认为他是耶稣 带来 是吧 他呢 也读了一读 圣经 但他没有 读不到 他那个核心去 然后他从字面意上 就解释了 这个人怎么怎么样 就是那个 谁谁谁 我就说耶稣肯定没有到来呢 这个我先给大家说清楚了 不管怎么听 你们如果不是局内人的话 在局外人看的话 这个这个这个 他有多大影响力啊 嗯 多大影响力 youtube有多少粉丝 有有几千人去吗 几千人啊 比咱们人是粉丝多多了 所以说 但是就是这个这个错误的信息 他会给你教导 你知道吗 表面上挺有逻辑啊 分析的挺 你一旦逻辑进去的话 你就出错了 嗯 首先说耶稣没有来 那这人在哪呢 他说在美国啊 他说美国已经是 这就是他可能是一个民运的 这么一个领袖 但是隐藏自己的那种领袖 然后这个金扇子呢 就说各种证实 包括古代小说都证明 这个耶稣就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弥赛亚 就这个李勇已经来了 我我就是真是痛心 我说哎呀 这是李勇说的 还是金扇子说的 那金扇子他怎么说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李勇来了 是李勇的自己 这么认为的吗 我就可能李勇可能也没这么认为 就说他这个李勇点怪啊 这金扇子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说 因为他毕竟是在外面 我所以我也给大家讲 他毕竟在外面的 我没有这个意义 就是我不能够责败 他不懂吗 你要懂的话再说的话 那就是故意说说假话了 他那是不懂 然后我说的意思就是 首先耶稣呢 他还没有来 第二点呢 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虽然耶稣没有来 就弥赛亚的救恩 最后的审判没有来 但我们也要是像仪华这样 天天要每日修养 修炼自己 让自己变得更好 我是这个意思啊 然后呢这个止呢和动 然后呢带 然后呢就是我自己也要天天警醒自己 就修养自己提升吧 就像医养 然后呢还是要做好一个带领者吧 自己不能够被带歪了路 你知道吗 被那个像那个仙仙扇子 不能被他们带歪了路 是吧 然后呢还要就是影响好身边的人 就是给他们树立榜样吧 不能够就是怎么说呢 被他们带到了那些痛苦当中去 就是主要是 就是一点一点的提供一些好的营养的东西 把他们带到正道上 而是不要被那些错误的逻辑思维或者那个世间的那套东西 就是带进去 反而这个就是酿出出多的痛苦啊什么的 特别要脱离那些就是说诱惑呀和那种 世间的那些利益和情欲的陷阱当中 那个是苦中就是表面上看着挺甜其实是困苦的根源 我说这个就是说那个营养就说 怎么说呢 是不是不能够吃那些所谓的那个大鱼大肉啊还是怎么怎么样就是他是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哦对叫慎言语以节饮食 这是一样两方面的 一是养症养症是在耗人症气对吧 然后还有呢就是养那养你的身体 那身体的话主要通过吃 呃他不是多吃而是说只要试食啊对对对 食量你看呢那个乌龟没有 他只吃就是吃很少那一部分啊 但是他吸收的非常好 嗯嗯就好了 对然后呢就这个一样 然后耶稣呢也是说了你们要警醒啊 嗯特别是那些那个主的仆人们一定要警醒 千万不能够陷到世间的那些东西去 否则的话痛苦无边呢 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啊这还有一个耶稣就说啊 他对审判的时候他说那个那些就是他的仆人就是真正是他 就是知道他那些教导的人嗯他的他对他们的审判 管带这个这个什么管理啊更严嗯啊 但是对那些这个他说了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 必少受责打嗯而那些 他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 又不顾顺着他的意思行的必多受责打嗯 就那些懂的人如果你不按照耶稣教导的去 遗养信重也好嗯 遗养自己也好那那责备会更重的嗯所以呢我呢就要应该其实警醒千万别把 呃这些周围的人给带错了带带带 带错了路嗯 嗯否则我的责任会更大的他们做错了他们就不知道不知道啊 可以原谅的我不知道最近有没有人有没有看过这个 光光关注过这个教内的新闻呢 就是有一个特别你跟谁说呢 严重的我跟你应该没有话观众应该可能基督徒的话天堂什么的是吧对基督徒或者其他的可能就是应该我也看到他们发的那个帖子就说那个这个美国的奥尔良州好像有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嗯竟然在教会的圣坛上做了污秽的肮脏的事 我好像有听说啊嗯新闻没有点开去看是吧然后呢特别的既然和两个信徒女性发生了呃罪恶的关系嗯那他这是什么理由呢不知道就是说什么理由就是肯定就是他就一时的被那个魔鬼夺走了他的灵魂的那种他可能陷入了 错误的东西当中啊 这个能够想起来的话就是这个我们知道献祭的一种方式吧然后这是这是他是这么认为的吗他是还是说他认为这是他他了解的这个教义里边就应该怎么做呀那他脑子里的那套东西所以呢他脑子里和不了解这个背景啊就是就是肯定是大错特错 他说那个就是外邦那个所谓的外邦的那些拜邪神的那些人曾经以前这么做过嗯他可能这个脑子里就符合逻辑怎么怎么样就做了一些这样是最明显的不符合上帝的规定吗嗯你这样做的话嗯肯定就是你你上耶稣怎么教导呢你你怎么教导呢 你这什么是圣派是不是嗯你这样的话他就已经 这个事情很令人痛心就是耶稣 这个教导啊他他没有 就就就就是这种大的体制会做出这种这种事情这个让很多人对基督教的这个天主教吧这还是那种信任感嗯就丧失了就没法说了啊嗯天主教在历史上好像这个教皇这也有就就一直有这种类似的事情历史的记载历史记载然后有人说了很多人都不很多神愿都不怎么教这个教会历史了因为不敢教你知道吗 嗯教了那个东西太多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些什么修道院里的那些罪恶的事情嗯这这里头多的事了就所以这个要说有一个叫时日谈啊这个是我们知道这个底一本禁书啊啊你看过吗我没有啊我看过我我可能就是以后呀再在就是对罗马教廷教后这个对但是是黑死病的比较流行吗啊他们几个人就 聚在一起然后聊天讲故事吧没事就是就是疫情啊然后再聚在一起讲故事然后讲的故事呢都是来损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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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的事情 时日谈好我要一定要看这本书啊啊时日谈哈对这应该是全球第一大禁书吧这哦因为说这说的都是非常的那个你看你看还是这种就是说 所谈所谈的自由啊什么的到西方这个教宗教这还是进去有禁书的这么一个东西不一定中国共产党就是唯一的那个是吧你别瞎说一会儿啊哈哈哈你这要播不出来了啊对对对对这个这个对对对然后那个还有很多东西吧就上帝规定哪些东西不对就是不对你不用再给我这在在在在这逻辑逻辑逻辑嗯好像有道理 最后那种苦啊那种是那种痛苦这个祸害啊这个这个说不清的这些东西嗯然后呢我们再看看下一个下一个卦大过来啊讲完了啊这这个有没有还有什么这个很短这个呃主人来了时候这个主要讲的是这个仆人警醒的一个问题对就要解释和警醒包括我啊包括所有的这个老师们 领导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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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 这个液晶里面挂序是非复即变的嘛 这是这是变挂 对你看那个以前的话就是这样 除了乾坤和这个大过和疑 还有这个马上我们要讲到这个坎挂和 梨和梨挂以外啊 这个是这个变挂 别的都是都是复挂 都是那个都是那个upside down 一百一百八十度的 明白了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仪和大过它上下都反的都是一样的 所以它只能够是用这个变挂了 嗯嗯嗯嗯好 这个变挂就是所谓所谓的这阳变阴阴阴阴阳 这是一个变挂啊 这个变挂里边呢 我看看这一个动词啊 叫大过就是 这是一个大过 就是一个过去的一个意思是吧 但是你去过头了 大过过 做什么事做过头了过激了过激了 这个意思叫大过 那大过呢并没有说什么特别凶在这过头的时候啊 那人呢还应该坚守正道 大概是这个团词里面是这么说的啊 刚过而终迅而越行 力有忧往 嗯 你看 独立不惧顿势无闷啊 君子以独立不惧顿势无闷 什么意思呢 就是外边的环境在恶劣 这个竞争太激烈 然后这个世道在阴险 我们独立无惧 就是你就是保持一个积极正向的一个心态 你向道的一颗心坚守着 嗯 然后呢 顿势无闷 就是全世界全世界这些这些人身边这些人都不理解 也没关系 我也我没有一点一点一点苦闷的 嗯 这心理会产生 那都都不会在我心里有这些的 嗯 这叫独立无惧顿势无闷 就这么一个意思吧 嗯 大过 那大过里边 你大家知道这个路易啊 是学这个建筑了 学建筑的哈 嗯 那你跟建筑有关 叫动挠 啊动挠 嗯 动挠什么意思啊 应该是衡量吧 动挠还真不知道这个 应该是衡量的意思 我理解啊 衡量就是 它是这么个意思 哦明白 就是这个这 他说这个中间硬 两边吃力 哦 两边薄 哦 啊吃不住劲 哦 这硬应该叫beam吧 可能是哦 那beam是吧 哦 beam 对 beam 对 beam 应该是这么个意思 要动挠 他这他叫这个 我好像要叫叫 刚中 嗯 刚过而终 这是这这这中间太刚了 哦 嗯 两边吃力 本本末弱也 本末弱 嗯 然后你这两边吃力 然后没有劲 然后这 然后呢 这个中间太强 就是这么一个 一个意思吧 嗯 这指的是防粮 防粮 那就是说这个中间太 压了 吃了本 跳一下 就说那个防粮 承重的 对 太重了 防粮太沉了 嗯 是的 是的 嗯 两边会薄 我也不太了解 这个两边会这个本末的一个力量是怎么回事 本末弱 嗯 那是不是就说因为一般的这个建这个房子它是 它是现在都是最简单的 比如说那个所谓的gable roof就是两边两边墙上加一根 嗯 凉 然后呢 两边撑着 然后这个叫做什么 领子 还什么搭在上呢 压的 嗯 那是不是这个压的力量太强了 然后这个使得这个防粮 嗯 这样撅了一些 然后它中间如果有个棍撑一下 然后呢 嗯 会好一点 是是是 这还有一个像 好像这个摇就急啊 然后就是这个摇就凶 这还是向上 向上走还是向下走的一个问题呢 就那个角度你是往上的 往上弯还往下弯 其实是有这个区别的 你知道吧 嗯 它是有有机有凶 这个东西应该跟力学有点关系 啊 从这来讲的话 这对这个摇的话啊 对这个挂的话 我还没有那么深入的一个探讨啊 这眼睛那个洞是指的哪根木头 对对对 然后是解的 对你现在让我马上去解释的话 我可能也有也有点困难 我需要那个在是 咱们结合这个原文 然后好像这个不是咱们主要探讨的 话题 嗯 如果需要探讨呢 我们再探讨啊 好吧 这个 他有一个讲的是本末倒置 打过 就做的有点过了是吗 呃 做的有点过了是有的 本末倒置的话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 就是本末倒置 就是大概是承重能力的一个问题 嗯 两边的弱了 嗯 我呢 这个 嗯 嗯 在在忘了在细分析之前啊 嗯 我先给大家这个讲一下 这里举的一个故事 例子 嗯 嗯 嗯 想请耶税一班人马 一班人啊 去他们家吃饭 终于有这么一个机会 这个 是所谓的上层社会的 他们上层社会的人啊 请耶税的一行人等去吃饭了 那按着这个 一般的道理 对于来讲的话 耶税应该说 呦 这个谁谁领导 或者什么呢 请请你去了 你是不得顺着他们说话呀 是不是 嗯 是吧 嗯 你就得 嗯 既然人家情 你就应该是不说坏话 只只只说好话了 嗯 是 一般的都会这么做 包括我可能 也是得遵循这个世界的这些面子的问题 对 反正哪怕不说话也不能够说那个 说说言语不尽 对对 但是那个耶稣呢 是没有这么做 他就是 就指责就说 就说你们这些法律赛人呀 那个 呃表面上你挺虔诚的 献这个十分之一的记忆啊 按照那个律法书做的一条一条的 呃都那个 呃一条一条都是挺挺挺挺好的 但是呢 却呀 那些公义和爱神的事反而不行了 这原来是你们当行的 怎么 不是那是不可不行的 所以你们有货了 嗯 他就说 说这个法律赛人 然后呢 嗯 就说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没有顺从这个世间的这些 规条啊 怎么这些这些 常理 常理 而是呢 就是 怎么说 他就按刚才所说的这个 不屈不拒啊 他那个 独立不拒啊 君子以独立不拒 对 问世不顿 问世不顿 他就 顿世不闷 不闷 他就这么说 其实呢 耶稣说的是好意 他是想让你啊 警醒 警醒 你醒一醒 对吧 他拍一拍你 或者打你 想让你醒一醒 嗯 能听懂的呢 那是有福了 听不懂的呢 却有祸了 嗯 然后呢 这些法律赛人呢 就是很生气 就说你 你怎么这样对我 我好心请你来吃饭啊 你竟说这些负面的 嗯 然后呢 然后律法师也也说 嗯 你这样说也把我 我们糟蹋了 我律法师 我就是他那个所谓的律法师 就是说懂法律的那些人 嗯 你把我们也说了 耶稣说你们有祸了 就说 你们就是把这些 条文啊 什么规条都给人 人们那个担当 自己却不动一根指头 嗯 然后呢 说你们是杀 杀死祖宗先知的那些人 嗯 因为这个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就说从 当时亚伯的血到 直到那个圣殿前的 撒加利亚的血 都是你们 都是你们干的 嗯 就是说那个杀害先知啊 这些人无知的人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血气啊 能就是 是那种杀杀气 他是杀害那些就是所谓他们哭的那些先知啊 这个 就是举那些例子吧 有就是举了一个例子就是那些先知就去圣殿里说你们这样做不对啊给你们提好意见 提意见就是直接就是不拒嗯 怎么独立不拒的那种提出来你这样做嗯 会出问题的结果呢就遭到了那些人的杀害嗯 包括对包括那些犹太领袖的杀害他就是这么样一说 这个应该是有点做过了这个意思 嗯 怎么说呢这个 这个这个律法呀他的目的啊这个上帝规定律法的目的就是说让你们要爱护周围的这些人 不是给你这个条规让你守的手的条规嗯 苦待你没有什么实际用就是让你你这样守的话你不会伤害周围的人了 你可以更大更更好的去知道什么是爱周围的这些人 嗯啊不是就那些人呢就守这个条规反而忘了初衷了嗯 这是耶稣呢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强调的事儿 当然了这个我不知道那个有没有人体会到这个从上帝的来的这个爱哈 我我是时常的体会因为当我遇到一些就是很糟糕的事儿的时候 我就是祈祷祷告然后马上会一些奇特的事情发生嗯 然后呢我不知道其他人能不能从其他的周围的人能够体会这种爱的感觉 嗯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今天在路上我在想这个人哪他有两种一种是因为爱他过了一种他是因为利益他过来比如说啊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去上班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能够从那一礼拜正比如说挣几百几千块哈嗯一千块两个人我能够就我他再怎么对对对对我苦待我我也不怕嗯只要他按时给我发钱就行嗯 这是这也没有什么错对不对他要养家户口他为了爱别人可能为了爱孩子为了家里他就要受这个苦嗯嗯他这个我干再苦我能够发钱就行嗯 就是他之所以来是因为有这个利益也有这个目的性还有一种呢是因为他参与是因为其中有这种爱的感觉嗯他就愿意去呃特别是一些组织啊教会啊他他去不是我去你那个教会因为你教会有多大啊 也有可能说很多人去呃因为很多因为很多人去所以他去呢可以拉一些客户嗯他不在乎这个教会有没有爱他就是我去了我可以认一些名人可以卖卖点房子或者卖点产品嗯嗯有的呢是因为这个有没有这个爱他能感觉到这种彼此关怀这种感觉或者某些人能够体会到这种感觉他能够对你这种这种 回应啊我觉得这个很温暖啊所以呢这是嗯我们要这个这个包括教会啊组织啊什么机构啊他的核心的东西不是要什么什么条款或者是比如神学院他讲一些道理争论他最终目的他忘了嗯也是个就是怎么过了 有点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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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头过了意思这是我想分享的嗯呃就有爱的有些的组织或者叫你有爱的话他就能够继续持续啊呃否则的话你弄了其他的东西就就就忘了忘了这个根本了核心的根本核心的根本啊是 是不管外在是多么痛苦多么艰难 但是我们保持一定要保持这一种中正 这个是我们这个大过挂的一个现状啊 就让你保持这一份中正 中正都是只是不偏不歪是吗 就合于道吧 对合于道吧 对有时候你你中正了 其实也是对周围的人的爱的一种体现 否则的话你歪了的话 别人也就歪了 是吧 这粮就就就就就就不对了啊 从这一挂里边 那么我们就是说外在的是非常凶险的 那符合这个呃 呃 田老师说的这个现在 呃 耶稣在处在当下的一个境遇啊 就是一个呃 外在的一个环境 法里的法里的法里的法里人的 并不是说这个非常支持他 他愿意去的 但是他还是保持着一份 这个他的一份感 其实是 嗯 没有没有没有迎合 没有迎合这个环境 顺应他们说话 嗯 嗯 理解非常理解了 就是外界环境是很凶险的 嗯 但是他们已经过了 嗯 嗯 或者呃 有一些杀 这些杀鸡在 但他自己呢 不管外界环境 只是自己要做证 是吧 嗯 嗯 嗯 有道理 还有这个大锅有什么分享的吗 嗯 这个大锅如果要分享的话 你可以讨论一下这个这个上就是三 这个三四的一个问题啊 这说是这个这个这个 你看他说 这是三摇 这就凶 因为这个 三摇 这摇在中间的时候这个这动凉 它就会往下弯 哦 这么弯是不是 嗯 如果要是这个叫动笼 动笼的话就是向上弯 向上弯 对 向上弯就OK就急 然后这个往下弯就就不急 也 来我们看这个是 老师有一个解释 你来看看他这个他的解释啊 嗯 这说 譬如动凉既能抗压又能抗折 是正是正是动凉隆极能够达到的效果 哦 记忆是满足数率啊 动凉是 我 我知道这个意思 我不太好 直接给你给大家解释啊 让这个路易翻译比较好一点 这个他他说的这个动凉 他因为如果你这个棍是直的啊 嗯 这个这本书里讲如果动凉直 它成锐的话 它向下弯 向下弯的这个劲呢 就会塌 嗯 是凶的 对 那是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就往下走 往下走它是凶的 呃 就他啊 他就 是这这的话 他就会压塌了啊 就从位 因为这个力量的话 他是 我给他 这个是 这是急的 这是急的 这是凶的 这是凶的 对 他往下压 他会凶的 对 往下压 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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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 领子 还什么的 他压这个房间 他会 你这样防到那个瓦的重量 他会把这压坏 越压 它会越歪 嗯 所以呢 他就会急 因为他把这个力量就这个传到这个两边的这个承重墙上了 嗯 嗯 是 还是这么这么解释的 就说这个 拱 他你这个拱了往上靠的话 就是急 你要往下 曲的话 就是容易被塌 对对 好吧 我别的 今天没有什么太多分享了 这个这个也是 寓意啊 我体验的寓意 如果你是那根梁 如果你是就着下面的话 越往下的话 你这个压你的力量越强 所以有一天就塌了 嗯 如果你这个是个这个梁的话 你是自己 如果是向上靠 嗯 向那个上天靠 上那个上帝的话靠的话 它是拱形 当你拱的这个压的话 你这个力量就会团托到两边承重的这个墙 所以他就不会压他 就是往上走 往上走 这是我的 好好好 我的这个金银的感悟啊 所以 嗯 所以呢 也是鼓励每一个 呃 这个 神的仆人也好 是 当你处理世间的这些 呃 问题的时候呢 先把自己向上靠 像拱那样 不要把自己往下降 对 嗯 这个就是 大过 我们可以分享的 然后呢 下个礼拜 今天是11号 对 下个礼拜就是 下七天就是18号了 18号 对 我们应该是大选 新兰大选应该结束了 就 嗯 17号最后一天就是 有些当然 现在 如果再聊两分钟 现在有些 问题啊 就是昨天 有些问题就是 投谁哪个党啊 什么那些东西 嗯 你长得投哪个党 我现在 其实投哪个党的话 我都会容易犯错 投错的话 不投行吗 不投应该可以啊 对 因为你投的话 你就会有错误 是吧 嗯 投他了 你不做也是错误 不做也是错误 回家再想一想 嗯 嗯 就是说大家要谨慎 不要 这个 不要就是 所以说我们说不好说我们反对什么 那你可以说你支持什么 要是你哪个你实在说你不知道支持哪个那你只能弃全了那听天由命 因为你放弃了自己思考的机会 对因为你是不是站在上面思考 你在下面思考你知道吗 嗯 你那是用了思考的东西可能是错的 是可能很可能是错的啊 这个我们非常非常的这个能体会那身边的人呢 呃对于一件事物因为客的客观事物的一个存在 因为他所用的语言不同思维逻辑 所以方式不同 他所受的教育背景不同啊 然后他看这件事就是不一样的 嗯 嗯 好 所以真的是不好说 那个是我们这个当智慧不够的时候有的时候还真的是叫做人上帝 对我所以呢就说就大家要注意一点就说啊 你说好像民主是很好很好啊 我就告诉大家一件事吧 你知道希特勒是怎么上台的吗 民主上台的吗 都选都选我都选他 嗯 所以大家就就要小就知道这回事了 不是说一个一个就是好和不好 他不是嗯 那么一个简简单单的事 就期望就是自己不要卷入那些是是非非当中吧 嗯 嗯嗯 那我们期盼有一些有思考的 然后意见领袖啊 能够引导大家能够让大家走向觉知这条路 让大家知道这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或者这整体的这套方法要重新改一下啊 嗯 是吧 嗯 这个 这个就是两种一种是民主一种这个那 你能不能有其他的 他们不知道啊 嗯 不是不是没有是不知道啊 嗯 不是说没有其他办法了 只是他们还不知道啊 嗯 希望这个中国的这些 哲学啊 古代的这些东西能够将来能够 为西方世界啊 中国也好 嗯 有带来一些亮光吧 带来一些新的 新的怎么说希望啊 嗯 好 East Mist West 对 那这是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宗旨 宗旨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好下期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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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